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比一毛钱的硬币都小 直径大约两厘米 外壳还比较硬 高女士说 家里没养动物 这么小的蛋 看着就心慌 高女士说 看得我脚都发抖啊 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两个迷你蛋 到底是什么来头 记者请教了景德镇市农业局的专业人士 对方表示 他也是第一次见景德镇市农业局去母兽医战防疫科科长说 它是一个乱生动物的蛋 是一个蛋 从目前的情境来判断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禽类的东西 禽类的蛋可能性很小 应该是一个爬行动物 从床底下爬到被窝底下生蛋了 生了两枚蛋 从事15年也生动食物保护工作的梁志东 在看到这两颗迷你蛋之后 很快有了判断 根据这个蛋的形状 大小 初步断定是壁虎的蛋 因为壁虎的蛋 它的大小只有一到两厘米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花生米这样大小 通过网上查到的壁虎蛋资料对比 不管是大小 形状都十分吻合 而且壁虎产带一窝一般只有二到三只 六到七月产卵最多 严格意义上说 壁虎属于一虫 壁虎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并且大多数壁虎本身没有毒 但是壁虎的排泄物却带有毒性 一般来说 如果砸屋堆 鸡较多 没湿气未重 就会吸引到它们 如药驱除 先要改善环境 保持洁净并清除湿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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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